OK 兄弟们的 怎么开局就结巴了 OK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109级的第一九离城的这个金会单调赛 开局宝宝都不出 开局直接给对面来了八道 真的 我们来看见这个比赛啊 九离城打对面的宁国城 大家都是城 关键番的话第二盒和初宝宝 关键番有一个物理医术啊 这边的话是拿了连把武器 九离城这个门派的话不能带衣服 但是可以带连把武器 对面的话配合宝宝也是成功的把关键番翻倒 翻倒的话应该对九离城没有什么影响啊 拉起来来了一把 一刀 碾刀 三刀 四刀 五刀 六刀 六刀 真的 这门派的话是有点恶心啊 能单秒能群秒 而且他每一回事都要秒这么多吧 又来了一把 炎魂 这个是群秒的技能 三刀 六刀 九刀 十二刀 还有啊大哥 十四刀 哎兄弟们你就这门派 真的 这门派 一百零九级是有点舒服啊兄弟们 他玩这门派跟 跟玩那个地下城跟勇士差不多啊 就动不动 十四年级 十五年级 这个就感觉就特别的嗨啊 对面人都晕掉 真的 对面碰见观战番 这这一种真的人音调 对面应该是弹了个闪现 炎魂 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他有的时候是单秒 你看见没有 就这个门派可能 比较克制这个门派的 可能就是高级反正 因为观战番这个 不能够带衣服嘛 人物还是特别脆 对吧 点倒之后的话 对面宝宝就高级反正 可能容易被震死 其他的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克制呀 每一回合都是你看 三刀 六刀 六刀 九刀 十一刀 十三刀 这门派 这边的话 看一下 出了个魔镜激发 那拉起来之后的话 打个魔镜激发 更猛 可能九转不够了 出了个小孩 关战番有医术 没有医术就要被锁薄啊 有医术的话没有关系 这边的话没有用技能拿 用技能拿血太少了 砍反正砍不住 先给对面来数刀 可这 就感觉对面这种 徐苗好卑微啊 兄弟们有没有感觉到 随便拉起来 没有用魔镜激发 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魔镜激发的感觉 还是没有用魔镜激发 炎魂 三 四 五 六 真的 这门派 真的是 真的恶心 比赛四一回合 关战番出了一个瞬机 关战番也打得稳 你看见没有 也不急 对面换了一个顺法 关战番宝宝的话可以拉 有小孩也没有关系 比赛的话四二回合 小孩的话拉一下 炎魂 他为什么八把能用炎魂啊 就这门派的话也 也 也不需要休息 你看没有 这109级出了个九厘城 谁去玩大潭关府啊 大潭关府真的是狗都不玩了 真的 就这门派又能单秒 又能群秒 而且 不需要休息 你看一下八把用技能 你看没有 救我 救我 比赛的话 四次回合 派三压顶 打不了 真的 真的 兄弟们 这门派的话真的 打单挑的话可能还能打 因为你单位少 这打剑辉单挑赛 这 不把你单人秒 四五回合 四五回合的一个比赛 有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